要排除體內的濕氣 吃常見的食材就可以幫忙 主廚今天用玉米薯加藝人還有綠豆來做料理 我們今天要做這道菜 紅蝦綠豆飯其實很簡單 首先我就是把這個糙米的部分 加上綠豆加上藝人 把它煮成熟飯 那記得要今天事情 綠豆不要讓它粗殺 讓它粗殺之後 你整個糙米飯的部分 會混濁不清的感覺 那要怎樣做到讓綠豆不粗殺 我們綠豆大概泡一下就好 大概泡一個小時 那就下去煮 不要泡太久 對 不要泡太久 那我們先把它放在砂鍋裡面 去把它做一個 慢慢的去給它做一個加溫的動作 我們現在把這個飯攤開 把它攤平 那記得我們把它放到我們砂鍋裡面之後 火不要看太大 小火對不對 小火 因為它很容易焦 所以我們大概呢 稍微去給它開一下之後 那在鍋子裡面 微微去給它做一個保溫的一個動作 好 小火去蹲它 慢慢去蹲它 讓它慢慢去給它做一個加溫的動作 另外在鍋子的這一段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非常高檔的食材 就是天使紅蝦 天使紅蝦 天使紅蝦完全是剝殼的 把它下去做這一道菜 一樣呢 我們現在先把鍋子的部分 加一點芝麻油 加芝麻油下去 去給它做一個加溫的動作之後 我們把玉米筍放進去 在鍋子裡面先給它炒熱一下 炒玉米筍 對 炒玉米筍 炒熱 對 把它炒 就是把它炒到完全入味 讓它有一點香味在鍋子裡面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番茄的部分 先把它放進去 現在放番茄 番茄放進去是要讓它炒軟化 軟化讓它有一點那個 整個顏色會比較好看一點 而且它其實把這個顏色配進去 其實也滿好看的 好 炒到有點暖化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蘆筍 好 把它放進去 對 好 那我們看到 把這個整個蘆筍放進去之後 這時候我要放的是這個 天使紅蝦 最昂貴的天使紅蝦 對 但是我今天要用一個高湯 要下去燉煮一下 這高湯的特別 是 就是用玉米鬚 玉米鬚 因為剛剛我們買那個玉米筍回來 剝下來那可惜了 對 用料可惜了 一樣把它下去熬高湯 是比較OK的 好 我們現在要 要有節儉的概念 對 要把天使紅蝦放進去 天使紅蝦放進去 OK 好 羅醫師怎麼開始要料理 就是夏天我們想到說 要清熱後要去吃 一定會想到綠豆跟藝人 那我們綠豆的話 它是有清熱解毒 還有利尿 消毒 而且它對皮膚痘痘的發炎 是很好的 那藝人的話 它有健脾的一個功效 它有排濃 所以這對夏天來講 廚師非常好 但是一般大家想到 綠豆藝人都是直接煮成甜湯 對 媽媽可能都是只會這樣子煮 其實甜湯的話 因為加了很多糖 其實對身體來講 又是負擔 比較發炎 我覺得煮廚的話 把它做成像煮食的方式 就是可以像煮廚這樣搭配 或者是你平常 就把你的飯 變成像一豆藝人飯 其實這樣的話 就可以攝取到這些 很多的營養 幫助夏天的那個清熱跟去吃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紅蝦放進去之後 在整個鍋子裡面這種感覺 有蔬菜有紅蝦 配在一起 顏色非常漂亮 其實我在炒這道菜 很簡單 就是蔬菜下去之後 紅蝦下去之後 高湯整個下去 調料整個下去 慢慢讓它微煮燜煮 煮煮的概念 煮煮到什麼時間 煮煮到我們開始看到 紅蝦的部分 有點捲曲熟成就OK 另外我們在鍋子的另一端 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綠豆藝人飯 一樣看到有整個霧氣跑上來之後 你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它如果水分完成蒸乾之後 它好濃郁就扒鍋 這時候另外這一鍋就很重要 它裡面要保有它的一些醬汁跟水分 等下下去之後 讓它完全米飯的部分 吸收到整個湯汁 這個飯才會好吃 所以實際要抓得很重要 你看我們做砂鍋飯 做那麼多道了 其實重點還是一樣 就是鍋子要熱 米要熟 然後整個味道要夠 所以我們現在把整個這個 砂鍋飯打開了 打開 那這天水龍蝦的香味 有沒有整個出來 好香喔 很香對不對 我們現在關起火源 不要讓這個蝦子太熟 接下來我們要把白芝麻部分 先灑一點在裡面 灑一點白芝麻 好 灑進去之後 將一隻尾爐 你有沒有聽到 這個鍋子有咛咛咛咛咛的聲音 有阿 像爆米花的聲音 對 再咛咛咛咛下去 沒有咛咛咛咛咛的時候 就什麼樣你知道嗎 就是燒焦 喔 所以我們要讓它聽到 還會叫就是沒有聲音 它還有空間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把這個 怎麼放進去 有沒有聽到底部的聲音 整個底部的聲音 這聲音很美妙 跟這個整個蝦子的香味 結合在一起 就非常棒了 好 那接下來 再把後面的這一個白芝麻 白芝麻再灑一點上去 再灑一點上去之後 好 我們再蓋上鍋蓋 好 蓋上鍋蓋之後 倒數20秒的這鍋飯 其實就好了 OK 我們這個要幫你去濕氣的料理 就完成囉 推薦這道 蘆筍紅蝦綠豆飯給你 營養Q彈的藝人和綠豆 搭配上新鮮蝦仁 清爽入口 幫你趕走身體濕氣 找回自信美白肌喔 我們知道很多的皮白 其實跟日曬有關係 就像一下吉尼 我們平常出門 這個防曬代理要怎麼 怎麼擦 而且到底要怎麼挑 對 就是防曬一定要擦夠 那我們就知道 防曬有UVA跟UVB 簡單講UVB就是防曬紅曬傷 UVA就是防曬黑曬老 這兩個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要選的時候 一定要選它有第一個SPF 在台灣這紫外線那麼強 大概要30或是50 這樣才會足夠 如果在UVA的部分 就會需要有UVA的標記 或是有PA或PPD 這些的標記才會足夠 那擦多少 臉的話大概要擦這麼多 是 然後如果臉加脖子要擦這麼多 如果全部加起來 一隻手就要擦這麼多 OK 大概一次出門要擦個四分之一罐 OK 那多久要補一次 大概兩個小時就要補一次 就如果像電陽天出去的話 如果比較陰天一點 大概可以四小時補一次 所以如果補得不夠的話 其實是沒有用的 所以說防曬油的錢不能省 要擦夠 對 其實要預防皮膚癌 就像吉尼講的 其實很多皮膚癌都跟日照色有關係 沒錯 如果你防曬做得好 其實就可以避免到大部分的皮膚癌 今天首先要告訴各位 其實皮膚癌因為長在你的皮膚上面 是 所以你光是眼睛就看得到 所以有任何變化 一定要趕快去找醫生 因為皮膚癌在早期 只要單純的切除就可以了 我們先看到你的下次見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